你知道吗,十一王座的最大反派,好运和风秀最后竟全部是自尽死的,龙浩尘根本就没有打败他们 再追十一王座的朋友是不是都跟我一样,以为这是一部激情的热血成长番 讲的应该是主角龙浩尘勤奋努力一步步成长为王座的主人 觉醒光明之子身份带领着人类力量反抗魔神皇风秀的入侵 最后龙浩尘成功消灭了魔族,构建了美好的人类新家园 但是你错了,最近我通过了解才知道,这不是热血番,而是一部阴谋番 因为其实魔神皇风秀根本就不是最大的反派 最大的反派竟然是龙浩尘的宠物,浩月 魔神皇及七尺魔神柱的存在,也并不是不但产生新的魔神,去念人类 而是从才开始这七尺根柱子就是为了封印浩月的 当然这还不散,大不了就是换了个反派,故事里面包含着故事 我倒觉得这本书有得看 然而直到最近再刷到大家的鱼条,我彻底摸了 他喵的,原来最后龙浩尘成为了永恒与创造神异王族的主人 成为了人类最强者 但是最后的反派浩月和魔神皇风秀竟全部是自尽而死的 说实话,看完后我整个人都不思传了 这是深深从热血翻变成阴谋翻,最后再变成烂尾翻了吗 首先我们说说浩月,他本是天谴之神奥斯汀格里芬的九世转身 只要当他九个头颅全部长出来的时候,就会恢复记忆 就会形成无法控制的可怕力量,毁灭圣魔大陆 但是这一次转世,意外被龙浩尘召唤来了圣魔大陆 并且意外缔结了血气 从此与龙浩尘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在大战区中 他的第九个头长了出来,但是他的灵魂却并未统一 于是在看到龙浩尘为了阻止奥斯汀格里芬 毁灭圣魔大陆而要自杀之时 浩月的前八个头相继醒来,阻止了龙浩尘的自杀 将奥斯汀格里芬所在的第九个头扯淡了 帮助龙浩尘将奥斯汀格里芬击杀 八头浩月也同第九个头一起死去 并且在另一个卫面转身成世 不再成为毁灭未灭的天谴之神 这我倒是能够理解,因为和龙浩尘的感情而选择了自禁 但你知道吗,魔城王封秀最终也选择了自禁 这一切仅仅是因为他是龙浩尘的外公 因为魔族这些年对人类的危害 魔族与人族毕竟势不两立 但是封秀其实一直都知道 他的使命就是击杀奥斯汀格里芬 在奥斯汀格里芬死后 封秀觉得这样会让龙浩尘为难 于是选择一把封印的胆刃刺入了自己的心脏 说实话,这里是我没有想到的 这两点再加上龙浩尘培养了浩尘 仅仅是怀疑自己的妻子出轨了 这三样加起来,我突然感觉不寒而立 不得不说,三少就是三少 这么复杂且无语的感情纠葛是怎么写出来的 有种看穷妖剧的感觉了 说实话,没看过原著正在追翻的朋友 你们觉得这些设定能够接受吗 我总感觉有点个影 可能是我不善于心机吧